嗨,你好,我是点亮 欢迎你回到这个频道 今天我们要来做一场 简单好玩的足球运动游戏 说到足球,你想到什么呢? 你会想到最近很热门的世界足球赛 四年一次的四足赛 今年办在阿拉伯国家的卡达 你有没有想过 为什么足球比赛会那么的热门? 嗯,其中有一个原因是 因为足球规则简单 足球规则是这个样子的 足球队伍分成左右两队 每队一次上场11个人 把球踢进对方的球门就得分 时间结束后 分数高的队伍就获胜了 是不是很厉害啊? 如果你是第一次来到我的频道 我的频道主要是用有趣好玩的程式教学 给孩子学习有用的程式技能 如果你对这些内容感兴趣 欢迎订阅我的频道 一定要记得开启旁边的小铃铛 这样你就不会错过任何影片通知了 为了更有效率完成今天的作品 今天的程式教学分成四个阶段 第一 找图片素材 第二 制作舞台背景及角色 第三 让角色动起来 第四 设计得分规则 第一阶段 找图片素材 Scratch的素材分为舞台以及角色 舞台你可以到Google上找 也可以直接用我找好的图片 影片下方我有放网址 角色我们这次打算直接用 Scratch内建的角色 Taylor 为什么挑选这个角色呢? 因为他们是从上往下俯瞰的角色 这样比较接近真实的足球哦 你们看到Taylor 有没有想到哪一位足球明星呢? 设计Scratch的大哥哥跟大姐姐们 都很有创意哦 角色都画得那么的可爱 第二阶段 制作舞台背景与角色 开启一个新的Scratch专案 因为小猫在足球场上非常的危险 所以删除Scratch小猫 把刚刚下载的足球场地汇入进来吧 调整一下场地的位置 让球场看起来在舞台的正中央 足球场地分为左右两方 左方是红队 右方是蓝队 诶 你也可以挑选自己喜欢的颜色哦 诶 做Scratch这么好玩哦 好玩就会有创意 创意就让你的作品做出来 独一无二跟别人的不一样 是你专属的作品哦 嗯 这样想是不是很开心呢 这集我们先做左边的红队吧 我们先到球门那边画一条线 点一下舞台 点背景 再点线条 在外框这点一下调整成蓝色 在右侧的球门拉一条线 接着我们到角色图库找角色 点一下猫咪选个角色 点一下人物 快速拉到最下面 有没有找到Taylor啊 找到就点一下Taylor吧 我们让Taylor站在左侧的开始位置 为了每次开始的时候 Taylor就自动回到这个位置哦 到事件给Taylor拿一个绿旗 再到动作拿定位到XY位置 再放面朝几度 我们来试试看把Taylor随便移动吧 诶 然后点绿旗 诶 你看他是不是立刻就回到 开始的位置了 第三阶段让角色动起来 动起来就要用键盘来操作 操作的程式积木与之前赛车的游戏 比一样哦 你可以回去看赛车游戏的那集教学哦 到控制拿重复无限次 再拿四个如果那么 分别放到重复无限次的里面 这四个就是上下左右的判断积木 到侦测拿当键盘的按键被按下 分别放到四个如果 在这个什么键被按下 你可以选择方便按的按键 例如在键盘左边的位置 有 W S A D 这四个键 键盘的右边有上下左右键 我们就分别选择这四个键 这里的按键只要你觉得好操作好记就OK了 接着拿两个Y改变跟两个X改变 调整一下正数跟负数 足球员推了就完成了 对了 点亮城市线上小学堂开课咯 如果你想要学更多的话 你也喜欢我的教学方式 请到影片下方的连结 领取免费课程 接着我们来加入足球这个角色吧 点一下猫咪 选个角色 点运动分类 找到足球 点一下 将足球放到足球场的正中央 到四键拿绿旗 到动作 拿定位到XY位置 我们要重复让足球 碰到边缘就反弹 到控制 拿重复无限次 再到动作 拿碰到边缘就反弹 我们到控制 拿如果那么 放到重复无限次的区块 到侦测 到侦测拿碰到 放在如果 当球碰到Taylor 会移动 碰到这边选择Taylor 那足球碰到Taylor 会往哪里移动呢 我们让足球 往球门的方向移动 到动作 拿面槽几度 再到运算 拿随机取数 诶 为什么要拿随机取数啊 因为不一定每一次都踢得那么准 点一下足球 再点方向 看一下角度范围要设定在哪个范围呢 诶 我看到是80度到100度之间哦 所以随机取数就填写80跟100 有了方向就要决定足球移动的速度 到变数新增一个变数 名指取为足球速度 然后将足球速度设为10 放到如果 碰到Taylor的条件里面 为了要让球一直的移动 我们到动作 把移动几点 放在重复无限次的区块里面 然后再到变数 拿足球速度 放在移动几点的里面 第四阶段设计得分规则 到变数新增红对分数 为了让程式看起来比较整齐 到事件拿新的绿齐 再到控制拿重复无限次 拿如果那么 放到重复无限次 到增测拿碰到颜色 点一下颜色 用吸管吸一下 右边的蓝色 到变数拿变数改变 放在碰到颜色的里面 将变数调整一下哦 当碰到蓝色 红对分数改变1 也就是加1的意思 再到控制拿 等待一秒 等待一秒是为了不要让球 碰到蓝色 就一次加很多分哦 只要加1分就好 为了每次让红对的分数 从0开始 到变数拿变数设为0 放到绿齐下方 将变数调整为红对分数 点一下绿齐开始踢足球吧 我们已经完成基本的足球游戏 最后我们要做的足球游戏 会长这个样子 会加入亲子互动的元素 如果你想要学更多 你也喜欢我的教学方式 快到影片下方的连结 免费领取 如果你觉得影片对你有帮助 就点个赞 如果想要看到更多 有趣好玩的城市教学 就订阅并开启小铃铛 我是点亮 我们下次见 掰咯 欢迎订阅我的频道 我们下次见